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跟旧的这两个关系是什么 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头 我们要用新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因为如果我们用旧的方式的时候 好像格格不入 因此在我们活在现实生活里头 我们就用新的方式 如果大家记得 在将近五十年前 整个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的会议 叫做翻地岗第二次大公会议 这大公会议里头 教会为了帮助我们教友们 适应现代社会 所以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全球非常非常多 上千的主教们都到罗马去 开了这样的会议 如果记得年纪比较大的教友们 相信你们还记得 以前我们纵评撒 参加弥撒的时候 都是用拉丁文的 而现在我们用中文 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 翻地岗第二次大公会议决定了 用现代话 用当地语言来做弥撒 弥撒礼仪 而弥撒礼仪完全精神是一样的 意识完全一样 只是语言不同而已 给大家看看 用现代语 用你当地的语言来做弥撒 来做弥撒圣祭 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跟天主来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翻地岗第二次大公会议所做的 不是别的 就是耶稣今天在福音里面所讲的 新的这个酒 不应该装在旧皮囊里头 而应该在现代来 怎么样的适应现代人来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努力的去做的 当然精神还在 那么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 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精神还在 但是用新的方式 用现代化的方式来适应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 耶稣所愿意启示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 我们感谢天主 借着教会常常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方式 像翻地岗第二次大公会一样 让我们有现代化的方式 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来面对我们的信仰 谢谢你的收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